臺灣公民書展,深遠投羅萬書局 書展的主題,列為1等於MC平方 其實最近這個很紅,因為愛因斯坦的關係 當我們把它做了一些修正 1就是我們一直在做的事情,empowerment 然後MC平方就是shipping the movement 但是是有意識,而且是團結的一個movement 就是當這個國際書在如我如荼的進行的時候 我們還有一片天空還有一片空間 能夠給NGO的朋友們在拿他們的書 其實我想大家都知道知識就是力量,這個是真的 因為知識可以幫助我們去理解這個社會的運作 進而幫我們找出批判的姿態跟行動的可能性 OK,那當然很多主流的書 它是在某個程度鞏固主流的意識形態 而今天我想在這個書單,NGO所提供的書單 常常是要幫助我們,就像我剛剛說的 去解構既有這個社會的權力跟意識形態 幫我們找到批判的方式 尤其放在這幾年台灣的脈絡來看 最近我們都知道,以年輕人為主的社會運動風情雲湧 改變了這個社會很多層次 從很多不同的價值到把柯文成蔡英文推上台 OK,可是我想運動不是只是在街頭的衝動 更重要運動涉及到一個社會的改造 那社會改造其實涉及到我想知識是非常重要的 台灣的NGO比較可愛的就是 它有非常多倡議的這樣的一種創新的意見 而這些創新其實是帶動社會進步的重要的力量 香港在大年初一竟然會發動大家想像不到的這樣的一場 有人把它講說是騷亂 但是事實上它是一個其來有志的一種衝突 社會衝突的浮現 而這也是對香港不夠民主化的一種抗議 所以它其實有一點類似台灣的某一種民主的覺醒過程 也就是人民不只是只要吃穿只做經濟動物 其實有很多是政治上面的一種參與的訴求 所以我們很希望看到這樣的一種民主包容的精神跟價值 能夠至少在華人社會 大家也要很昂首踏步的說 我們可以實現它 究極其實是我們傳播思想 傳播我們的想法非常重要的工具 對我們NGO來講 就是以我們突博資料會來講 其實宣傳就是說傳播我們的想法 然後把這個突博的情境 或者是把流亡突破的狀況 或者是突破境內的這個人權的狀況 讓台灣人知道 其實這是我們最重要的使命 最重要的使命之一 所以書籍對我們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書籍對我們來講是非常重要的